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 时日发布了体育总局排球中心 关于选拼国家女排主教练的公告 中国女排新任主帅选拼的工作正式启动 根据公告内容 目前选拼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组已经组成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刘国勇 担任选拼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排球中心主任李玄强等担任副组长 中国女排监主教练陈忠和郎平等出任专家组成员 这份公告提出了三点 有关于中国女排新任主教练的选拼要求与条件 一是政治素质过硬 二是业务能力强 三是训练速度清晰 公告还公布了新任中国女排主教练选拼的工作程序 包括发批训评评公告 接受报名 确定候选人等 报名人员于1月15日前提票报名表 按照选拼条件与要求 专家组将提出候选人 经选拼工作领导小组综合评议后 确定新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候选名单 此后 候选人名单将提交给排球中心党委会研究 确定拼聘任主教练临选 排球中心将拼聘主教练临选报 国家比资予总局批准后 向社会公布 公告表示 在全面深入总结东京奥运会 不在工作基础上 坚持发扬民主 实事求是 坚持公开 公平公众的选拔桌 能够带领中国女排在床佳季 能够传承红阳新时代 女排精神的新一届中国女排主教练 血编工作却正接受社会监督 还公布了申诉和举报的联系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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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